欢迎加入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您好 我是简直豪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 一股本季最冷寒流将会清洗美国的中部 还有部分的东部的部分地区 一些地区在风寒效应之下 低温可能会达到零下摄氏32度 由于是雪天 常常会造成汽车打滑发生的车祸 所以提醒民众 开车外出时一定要小心慢行 根据今日美国报道 AccuWeather高级技巧学家 杰克·波士顿表示 极冷的北极寒流在12月9号 从南部往北部以及中部平原前进 并且迅速抵达了大湖区和中西部 根据AccuWeather的预报 从达克他州东部到明尼苏达州 以及威斯康辛州北部某些地区的温度 将持续保持在连度以下 在北部平原的某些地区 狂风带来的风寒可能达到零下32摄氏度以下 这股冷空气一直向东吹 沿途温度骤降到17摄氏度左右 例如纽约市才刚经历了16摄氏度的高温之后 过了不到两天就突然面临到冰点的温度 气温的剧烈变化简直让人无法置信 除了冷的发抖之外 在中西部 大湖区以及东北地区 还将看到雪花飘飘 甚至南方的部分地区也有望看到雪景 降雪造成路况不佳 驾驶人的视线模糊 暖气也容易造成活荤欲睡的状况 气象预报表示 佐田纳西州到缅因州大约1000英里长的走廊 可能会出现湿雪天气 更是造成行驶车辆轮胎失控打滑的主要原因 Echo Weather气象学家伯尼·雷诺表示 预计在1000英里的狭长地带内 普遍会有3英寸的降雪 甚至会更多 积雪可能会造成从华盛顿特区 和巴尔地摩到费城 纽约市 以及波士顿车祸堵车的路况层出不穷 在五大湖区附近 故事将是另外一个版本 大湖效应将造成密歇根州 俄亥俄州 宾夕法尼亚州 以及纽约州的部分地区 带来大量的降雪 广播气象学家劳拉也表示 我们预计 这将是整个大湖地区到目前为止 同期最严重的湖泊降雪事件 呼吁民众势必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连续几天的雪天 在俄和华州阿尔图纳附近 有50辆汽车连环撞车 并且有1人严重受伤 周年中方这里报道